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好 相信今天大家如果留意國際新聞 都會有一段消息令到大家會相當觸目 甚至是有些 驚訝的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美國雖然國防軍事等等都會有很多機密 不會那麼透明 但是 有關於每年或者隔一段期間 美國或者相對於競爭對手甚至敵人 軍力做一個比較都會有一個推演 所謂推演技師 若干年之後如果一旦在某個地方發生一個局部的戰爭的時候 究竟美國的軍力 包括這個當然是海軍為主 或者加上 空軍然後有一些導彈等等 跟他的對手相比較的時候 美國是優勝過人 還是輸蝕得很多 加段時間就會有這些報告出來 也是 美國的軍方即是國防部 其實是很認真地做一個 報告 而且這些報告的內容 我自己認為是 可能是故意洩露出來 引起大家的注意或者警惕 英國的Times 泰晤士報在上星期尾的時候 引述了美國國防部的消息 說國防部 中美兩國在太平洋如果一旦發生這個 衝突的時候 推演的結果是怎樣 發現美國是會輸的 而且結論就是 保衛台灣也是相當 大的一個吃力的情況出現 國防部的消息人士就說這個推演的結果令人大開眼界 就會寫入去今個夏季的2020中國軍力報告 裡面的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推演的結果 就是美國國防部無疑的情況 顯示 美軍會一面倒被壓倒 其中一個推演的情況是這樣的 到了2030年的時候 即10年離開現在 中國的海軍當時即屆時已經有一批 新型的攻擊潛艇 航空母艦和驅逐艦 這個推演就發現中國的中程導彈 令到印太指揮地區的每個美國基地 和航空的戰鬥群 變得很脆弱 浦柱的B-2和B-52的光炸機在關島 變成一個完全處於危險 太陽事報的報導就引述 美國國防部的消息人士說 中國現在的長程反艦度導彈和超高音速的導彈 是 即是用這些導彈的話 是意味著美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和中國衝突的時候 必 會 損失 慘軸 這個報告 聽完之後大家覺得很嚇人 是不是 是這樣的 又說美國軍力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為什麼出來的結果是中國會一面倒贏 甚至是保衛台灣都相當吃力 大家知道 中國的軍力 尤其是海洋的軍事力量 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不敢在這裏班門弄斧 我只是根據資料去說 近年是突飛猛進 儘管我們不停笑他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 怎樣買回來舊等等 但是中國真的相當努力 去做很多他的海軍 特別是遠洋作戰的海軍的設備 儘管現在說遼寧艦因為不是核動力 用油 會走得很慢 不能夠遠程 而且也是 那麼長時間就要回去維修 有很多的專家說 人家美國航空母艦可能回去維修 一個月兩個月已經可以出來 行十個月十一個月 中國可能要回去維修 起碼大半年或者半年才出來行 即是說 他那個 軟洋作戰的能力遠遠是低於美國 這可能是 事情的其中一個面向 但美國國防部這個推演 在2030年 究竟這兩國的軍事競賽 中國追得多貼 這是有個客觀的基礎 我不在說哪個輸哪個贏 我想 分析這個推演 帶來什麼結果 還有人家會有什麼準備 美國的智庫 就這樣說 台灣的議題是最大的變數 可能會演變成中美戰爭甚至核戰 國防部國務院 和白宮現在 視中國最大威脅 但是過去一段時間 都很被動 報道也引述另一個書籍人士說 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Philip Davidson 大維森 支持多番的警告 加上國防部推動資源發展更多 高超音速武器抗衡中國 以令國防部轉移大批資源 這個書籍人士說 國防部長積極行動 加強能夠阻止中國 作出重大對抗的力量 高超音速武器被視為 出毀中國彈道導彈能力的關鍵 美國也計劃在亞大區 部署長程巡航導彈 部署外島鏈的海軍陸戰隊 將會配備反艦導彈等等 大家知道中國一直 高速發展軍事力量 有一個推演 或者有一個預測 做了2030年 中國的軍艦在數量和質素 都可以和美國海軍大致相當 美國目前是全球主導地位的海軍力量 在反潛軍等保持對華優勢 艦隊工作的負荷力也太重 亦有報告說中國穩步對潛艇 這個艦隊現代化 雖然總數 不是增長得特別快 但估計2020 的66艘增加到2030的73艘 2020年中國只有四艘核動力彈導導彈潛艇 七艘限動力攻擊潛艇 55艘柴油潛艇 到2030年 估計彈導導導彈潛艇 增加到8艘攻擊潛艇增加到13艘柴油潛艇 數目雖然不變 但相信會有更多新型號 我講了昨天的媒體 外媒的報導 主要是Times的報導 我分析一下這個報導 我不是從軍事 說明我是外巷 我不懂得從軍事力量對比 機種 藍種等 不是在巷 我只是想說 為什麼這個國家 美國 做了這個報告 你試想一下 如果中國 做了這個報告 他會不會 消息人事 洩露給一份報紙 而這個報紙 大肆去報導 如果發生是中國 我想 不滅族也會抄家 第一 洩露國防機密 第二 顛覆國家政權 不坐這個 十幾二十年 都不是這個 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 剛剛 為什麼美國可以做了一個推演 然後 透過消息人事 洩露給一份報紙 然後 賣出來說 2030年我們輸硬 為什麼美國的軍方 可以做一些 掌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的事 這個美國的消息人事 是不是美國的叛國賊 如果我們用華人的思維 這個結論已經肯肯定 已經落下了 就存在 是不是 用華人的思維 你是不是吃碗面反碗底 你是不是用國家的錢 去顛覆美國 我們 聽完這個報告的人 那些小粉紅 中國的小粉紅 香港的五毛七毛 開心得不得了 昨晚沒有睡覺 開心得 喝酒慶祝 美國人的子老虎 不堪一擊 保衛台灣 你都愚蠢 你自己也承認 你不打自招 他一定是用這招說 不打自招 你保衛台灣 台灣人 是吧 靠美國你的老爹 去支持他 你真是愚蠢 你看他自顧不下 怎麼會支持你 等等 很多這樣的說法 我想集中說 為何 掌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報告會那麼透明地 洩漏出來 我自己看 這當然是故意 大家不用IQ很高都知道 這是故意 故意 原因是什麼 可能有很多背後的因素 我試 舉一兩個我認為可能性相當高的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沒有 美國的政權 無論是民主黨的共和黨的 都被視為一個叫做 Industrial commercial complex 叫什麼呢 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 什麼叫Industrial Military complex 或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中文就譯作 軍工企業的聯合體 美國這個政權 就是 軍工企業 是佔一個美國 推動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 很主導的企業 軍工企業就是很簡單 製造武器 美國自己不會開工廠製造武器 他也會有 將這些研究 判了出去 當然要信得過的一些企業 幫他做研究 開發 然後製造 美國是完全有這個力量做這件事 Pirate sector 私人機構 軍工企業聯合體 影響美國政策 簡單地說 就是 主張美國不斷去戰爭 不斷去打仗 打完伊拉克 阿富汗等等 如果沒有那麼多戰爭 美國根本就養不起軍工企業 軍工企業就不會賺大錢 從左派的角度去批評美國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個分析的方法 這個就很明顯 如果跟國防部洩漏這些東西 其實是軍工企業在背後 操作 國防部說我們落後於人 很不行 我們要急起直追 若不然到2030年我們 被人打敗 十年而已 大佬 我覺得 這是一個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大家千萬不要跳去右左右 這個結論 這只是一個 我們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美國國防部 特地把這件事 拿出來 去 令到美國人 美國的輿論 美國的民意代表 影響民意代表 影響民主國家 覺得 美國的軍事力量 很快就被人追過了 於是在國會上 你知道美國 是一個民主國家 要拿錢 就不像中國大陸那樣 國庫黨庫 擺在一起 是吧 重點就是 這個 軍工企業 是通過這個民意 可能就給這個政府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 就在政黨那裡很快就賠款給他 是不是 可能就用這個方法 令到國防部 能夠 很快就增加到 他 想要的 經費的來源 製造更多的先進武器 這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正路很多 是什麼 美國是一個相對比較透明的社會 當然一些很絕密的東西 就不是 可以那麼容易告訴別人 但是 開城報公地去討論美國軍力和中國的比較 我們真的不行 在美國來說 這個是好閒事 不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就八戰八勝 在今天 我做了一個推演 發現我們真是落後於人 公諸於世又有何不可 公諸於世我們最後急起直追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我們的缺失在哪裡 我們的武器 有什麼是不如人的 又或者人家的發展 在什麼情況下會追負我們 我們收到什麼情報 告訴大家 這些不是一些 絕密的東西 就會 同樣道理 同樣的效果 令到 美國人 美國的民意代表有個危機感 美國政府有危機感 那就可以 急起直追 又或者 快點 向前 再加快的部分 讓後面想追上來 沒有那麼容易 這就是民主 文明或者透明度 可貴的地方 不像現在某些國家 明明落後於人 吹噓我們 幾位大光榮正確 然後我們領先國際地位 我們全世界最厲害 無論在5G的生產 無論在科技工業 我們什麼 已經立於強國之臨 我們 又有錢 眼鏡又碰 我們現在要有話語權 最重要 我們不要被人欺負 他 冤枉我們 他們無憾我們 我們就要反擊 我們用戰狼的外交反擊 不單止話語權要反擊 我們甚至要採取主動 將現在世界上很多問題 將他 說成為 是另外一個國家引起的 例如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不是來自我們 是來自你們 在美國 就 用一個透明度的方法 將一些 即使是國防的東西 他都拿出來給大家討論 然後 客觀效果 他們預計得到 肯定能夠 令到 這個 增加 這個人民的危機感 是有機會 通過這個 討論 是會 令到自己的國防的實力 通過研發能夠提高 現在是錢的問題 在技術上 美國仍然是領先全世界 現在是錢的問題 美國不是一個你喜歡拿多少錢就拿多少錢的一個政府 即使是一個民選政府 都聽過一些程序 那個程序是要說服到人民 說服民意代表 我覺得他用這個方法去做 我自己會這樣看 是不是 這個 關島是處於最危險的 可能真的 如果推演到 中國有很多解説有很多前提 譬如說這個潛艇發展到多少 核動力有多少 10年之後 即是他這個超音速的 這個超級的超高音速的這個導彈有多少 關島是否住一個最危險的境地 如果 大家目前 不變的 發展的方向的話可能真的都不定 譬如包括台灣保衛台灣的能力 其實都是一個 很脆弱的 可能按照今天這個方向可能真的10年之後 是保衛不到 但是 美國是不會停步的 一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 尤其是軍人 是吧 美國 相對於中國來說 美國在這幾十年戰後這幾十年 四五年到現在打過很多場仗 對於他們自己的軍力對於他的戰略 對於 無論是用導彈的方式 用這個坦克 步兵等等都試過很多 不同的 亦都有損失慘重的情況 例如越戰就是損失慘重 但是中國 真的沒有打過幾場仗 譬如說 鄧小平 上任 復出不久的情願戰爭 所謂 這個很慘烈的死亡慘重的勝利 所謂的勝利 又或者在中印邊境打過幾次拳頭交 最近又有一次打拳頭交 現在數不就有真寶島 要是60年代 和蘇聯 大家又好像拳頭交 那些艇撐來撐去 用竹竿去打對方 真正的戰爭 真正的大規模 即使是 這個地區的戰爭 只得 呈越戰爭一次 打越南一次 其他都沒有 我覺得美國對於自己的力量 的估計 他不會說 吹嘘自己是怎樣的 一直都是一個很謙厚 說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相反地中國 一直說自己很厲害 很厲害 會打贏這隻子老虎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以美國的實力 美國的底氣 中國自己的實力 尤其是現在 晶片禁運 全面封殺 對於中國的先進武器的發展 會帶來什麼衝擊 大家可能會心裡有數 所以看完這個報告 我會從這個角度去解讀 好嗎 雖然我是外行 我希望從一個政治角度去解讀 其實都有它的意思 暫時談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 Patreon 支持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CLSS 以及 繼續用不同的方法 包括PayMe 對我實施支持 介紹給多謝 多謝大家